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极易出现趴冷,手脚冰凉,肌肤干燥,身体重,关节疮疼,大便粘腻,浑身无力,精神疲惫等感觉。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 当你出现困乏无力,疲惫不开的状态时候,不妨伸出自己的舌头,观察下舌头的边缘。 如果舌头边缘有锯齿,就像下面这种,在观察下自己的大便,如果大便堂心不成形,粘连在马桶地上,很难说干净或者经常便秘,一旦舌头和大便出现这种信号,说明你体内有严重的湿气,一旦被湿气缠身,那么后果非同小可。 有数据显示,诗人里面,九人有湿气潜伏,但很多人却不自知,如何知道体内是否有湿? 看看下面的症状,你有几项? 一,起床后昏沉,乏力,整日试睡,二口臭,睡觉流口水,百呼五。 三,舌胎厚重,粘硬,舌头边缘有齿痕。 四,食欲不振,食肠胃胀,五,食胖,水肿,六,手脚冰凉,癌出血汗,符合得越多,你体内的湿气可能越重。 在中医看来,湿气不出外病声,湿气入体后,会阻碍气血运行,引发身体水肿,影响睡眠质量,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噩,不在状态。 如果不能及时去世,更有可能导致风湿等极难根治的完极。 中医建议,最好的去世方法,是用活血通罗的爱草,刺激足底永泉学,不足阳气,排除湿气。 皇帝内经,提到身处于永泉,永泉者足心也,一丝室,通过按摩永泉学,圣经之气会灌溉全身,失眠困扰自然迎刃而解。 他利用专业爱酒的原理,借助爱草标性温通经脉,又比爱酒操作更简单,足不出户,省时省力。 使用方法很简单,几分钟还自己一个健康体魄,只需在睡前贴上,他便会默默地在永泉学施药,把睡眠时间变成你的养生时间。 睡省私下,就能达到排毒趋势的效果。 足贴有没有效,看原料就知道,爱草有温通经络,活血趋势的功效,可以直接被身体注入氧气。 这款足贴选用了幼稚的爱业,将其制成药包,放心足贴内藤,要性温热的爱业,通过调理永泉学,疏通脉络,疏总凉气,将寒食驱赶出来。 此外,足贴中还加入了多种草本药材,各自其指,足处缝可以软化矫质,吸附身体浊气,单规补气,或血通落,包住继续运行。 足探吸汗血味,有效去除脚臭,天肤过程中,足底血味受到刺激,血液循环加快,为皮下组织的转运蛋白提供动力。 一方面促进吸收药效,另一方面帮助排出毒素,双管齐下,特别适合睡眠不佳,脚踏踏闹,且做哨动的人群,坚持贴用,可安眠,驱寒,消除水准。 撕下来,就能看到效果,第二天撕下会发现,要把部分变了色,正是身体排毒的依据。 一般人撕下来都是黑色,代表湿气重,颜色越深,湿气越重,贴出来是黄,绿色,则代表上火,火气重,贴出来是白色。 要么没有贴紧,要么身体毒素上,或者是刚开始使用,血液循环不好,坚持每天贴敷,可以明显看到颜色越来越淺,说明体内的湿气已逐渐排出,边睡觉,边养生,逐渐选用纤维水刺五宝布,贴在脚上,几乎没什么感觉,躺着也能养生。 有位同事,一向依赖著称,很少有事情能坚持超过三天。 昨天问他,他已经用了足贴连续半个月,他说,反正就是一贴一私的事吗?有多难,无知是气,从较开始,早晚一贴,改变看得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